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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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今天年重任职 这次他也跟随我来了 我带他向你个九孤问好 谢谢了 看来狄青大哥现在还混得挺不错的 当官了 承蒙杨元帅看得起 现在他委任我为前军参将 狄大哥 你这次来我们山寨 是不是想来劝我们归顺朝廷 是的 我希望各位能看得当前编幻严重这种情况下 归还被你们截去的边关军饷并能够归顺朝廷 以避免我们之间兵戎相见 狄大哥 我们什么时候结过边关军饷了 难道你们没有结过边关军饷 当然没有 我可以坐重 狄青 你应该相信我 我这个人是绝不会在朋友面前撒谎的 这比军饷会到什么地方去 这我可不知道 当时确实有一支官府的车队经过这儿 起初我们也以为这是边关军饷 所以没去拦截 后来那支车队不动了 我们下山一看 压车的近百人全部躺在那儿 仔细一查 原来全被堵死了 而且车上装的也不是军饷 全是铜定 什么 全是铜定 是的 那些铜定全被我们弄到了山上 要是你再晚来几天 我们就把它给卖了 狄青兄弟 你应该知道 李中兄弟虽然是草莽英雄 可是他知道这军饷关系到边关军心的稳定 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他还是以国家的利益为重的 李中兄弟 能让我去看看那些铜定吗 当然可以了 你们撑过这些铜定的重量没有 撑过了 一共是六万两千多金 这么说也就总共是一百多万两 你的算数不错 我明白了 听你这么一说 看来这笔军饷被人贪污了 又嫁祸于枫林寨的李中 是的 你仔细想想看 他们的车队放着好好的大路不走 偏偏要去走山间小道 这本身就不正常吗 他们贪污了军饷不说 还把压车的士兵全都给堵死了 这帮人的心肠也实在是太狠了 我们应该去揭穿他们 可问题就在于朝廷怎么会相信上山落草的李中 我已经和李中商量好了 咱们双方都不要轻举妄动 我亲自去一趟开封 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如果朝廷见我们按兵不动 催促我们用兵怎么办 你就派张义和他们演机场武打戏不就行了 这不是通匪吗 李中他们不是匪 而是被逼无奈才上山落草的 他们都有一颗报国之心 这一点我了解他们 好吧 你要快去快回 是 对了 还有件事情我想麻烦你 什么事 你能不能带我把情况去告诉张义 他现在肯定在等我 怎么 你自己去不行吗 我怕被他缠住 硬是要跟我一起去 好吧 我这就去找他 怎么样 张义 我讲的故事很有意思 对不对 一点都没意思 你认为我讲的没意思 你自己怎么不讲一个 我现在没这心情 杨统领 是 你在等你大哥是吗 没错 他让我转告你 他已经去过枫林寨了 现在他有事需要离开一段时间 你大哥离开的事你一定要保密 其实最好的保密办法就是让我跟大哥一起去 这可不行 你现在是军人了 你得服从命令 另外还有我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 需要你帮着我解决一下 好 我明白了 明白了 就快点睡觉 快 把那几只乌鸦给我赶走 是 去 去 国舅爷 是不是皇后娘娘生儿子了 生了 皇上高兴极了 马上册封着小龙子为太子 真是恭喜国舅爷 怪不得刚才有好几只喜鹊飞到咱们府上来 我当时就感到这是个好兆头 这几天我一直等在宫里 连眼都没干涸 现在好了 咱们去楼船上放松几天吧 我马上去通知被车 国舅爷 从西下来的吴贞想要见你 不见 是我不在 吴特使 你见到孙秀了 没有 他不愿意见我 什么 告诉我 正在他的楼船上逍遥呢 好 我这就去见他 不行 公主 她说过 要是我们再去见她的话 她就把我们抓起来送到大牢里去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密信 我就不相信她会不肯出来见我 太好了 有这样的把柄落在我们手里 她妹妹就是给皇上生上十个儿子 她也不会有这个胆子不和我们合作 太好了 来 再来一杯 站住 你们要干嘛 你给我让开 我要见孙国舅 不行 国舅爷吩咐了 他谁也不见 走 孙国舅 咱们好久不见了 公主 吴贞是不是没有把我说的话告诉你 告诉了 看来你是想坐坐我们的大牢了 孙国舅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怕你的威胁到这儿来见你吗 一定是有事求我 不 我是来告诉你 狄青已经到了开封 他到开封来干什么 到这儿来调查一件事情 调查什么事情 好了 你们都出去吧 公主 狄青在调查 你怎么用铜钉冒充军饷 假货封灵寨的那伙草寇 让他去查好了 根本就没这么回事 那伙土匪被官军围住了 想造谣诬陷我 这很正常 孙国舅 你不是没和狄青打过交道 尽管你妹妹给你们皇上生了儿子 但是你如果低估了狄青的实力 你也会翻船落水的 公主 你告诉我这些是什么意思 我是希望你能把狄青干掉 把狄青干掉对你们有好处 应该说对你和我们都有好处 我可以把狄青干掉 不过我得告诉你 我是为了我儿子报仇 而不是怕他掌握了我什么把柄 不用解释那么多了 我能理解你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 你要是再来找我的话 我一定会把你抓起来的 我可不能保证不来找你 我更不会怕你抓我 这段日子我住在柳河山庄 我在那儿静候你的佳音 这个小胡妞 有什么好神气的 狄青 展护卫 请原谅我半夜冒昧的来打搅你 听说你在边关屡见其功 很快就晋升了 我只不过做了一些我该做的事 你太谦虚了 我想你这次来是想找包大人吧 正是 包大人奉皇上的旨意下江南微服私房去了 我前一阵子生了一场大病 所以没能跟他一起去 狄青 你有什么事情就跟我说 国舅爷孙秀贪污了一百万两军饷 他害怕这件丑事暴露 随即就有同定冒充军饷 并且在枫林寨附近堵死了押送军饷的士兵 狄青嫁祸于枫林寨的李忠夫妇 我估计狄青来开封之后肯定要去找包黑子 我们得赶紧想个什么办法争取在第一时间内把他给干掉 可是狄青这小子武艺高强 找谁才能把他干掉 南山虎 前阵子我见到他 听说他认识一个小妞 那小妞的武艺要比大高强十倍 他想和他成亲就是手头缺钱 好 你去找南山虎钱不成问题 是 你私自来开封被人发现总不太好吧 这样吧 你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我先去调查一下 有了消息我就来通知你 好 谢谢你了 我这就去秋风那儿 让他想办法把我藏起来 喂 你是谁 你到包黑子的府里去干什么 请问小姐是谁 你可是展昭的朋友 不错 我是她的朋友 那好 我现在就告诉你我是谁 我是来取你的脑袋的 姑娘的剑法不错 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来找我的麻烦 就因为你是展昭的朋友 包黑子的走狗 这么说来 你和包大人和展护也有仇 你说对了 我看你像个好汉的样子 所以告诉你 你最多还能活一天 有什么事情你就快去交代吧 现在谁也救不了你了 谁啊 是我 狄青 是狄青哥 狄 快 秋风 给我点水 我要吃药 狄青哥 你生病了吗 刚才我中了一个蒙面姑娘的毒针 当时觉得没什么 可是没过多久就觉得四肢乏力 头晕目眩 现在好了 我服下了师傅给我的万能解毒丸 我想再过一会就没事了 狄青哥 听说你在边关立了战功 升了官 是不是 为什么又突然跑回来了 这是说来话长 我现在头胀得很难受 想睡一会 明天再跟你说 好 另外 你别告诉任何人我在这儿 好 雅妹 这位就是愿意帮你报仇的姚先生 他是我的好朋友 原来他就是孙朽家的姚通 不错 不错 我报仇可用不着他来帮忙 雅妹 你这就错了 包黑子和展昭都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他们树敌那么多 可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要是我们孤军奋战的话 你能报得了这个仇吗 陈小姐 我想你大概还不知道 我和令尊大人曾经是好朋友 你们得手了没有 那小子中了亚妹的毒针 最多活不过天亮 那家伙到底是谁 你们现在应该可以告诉我了吧 他就是白玉堂 是展昭的铁哥们 你别睁着眼睛说瞎话 白玉堂早就死了 有人已经把他写成书了 即使他不是白玉堂 那也是展昭的朋友 至于他到底叫什么名字 我也说不清 反正此人跟杀害你父亲的人在一块就应该把他干掉 陈小姐 我妖通很快就能找到解决展昭的办法 请陈小姐耐心的再等几天 这是我给你的一点赞助 请你笑纳 亚妹 你快拿着 她的钱我才不要 好吧 我带你收着 她的钱作为替你父亲报仇的活动经费 这总行了吧 亚妹 你开开门 我早就跟你说了 我不是来这赚钱的 而是来让你帮我报仇的 可你别把我关在门外 不理我 亚妹 那两钉金子不是给你了吗 你可以走了 走 姚先生 这么一大早你就给我送好消息来了 不错 公主 狄青也被干掉 你可以回去报公了 你们是用什么办法把他干掉的 他身上中了毒针 尽管他逃脱了 不过我想他活不过今天就会中毒身亡 姚先生 你太天真了 狄青的师父精于一道 他有师父给他解毒药 一旦让他逃脱了他就死不了 姚先生 我倒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个万无一失的办法 什么办法 让孙国舅向你们皇上请命 前往枫林寨监军 逼迫羊排风进攻枫林寨 这样就可以把狄青引过去 然后再以临阵脱逃的罪名把他杀掉 这事我做不了主 让我和国舅爷商量后由他自己定 希望你能告诉孙国舅 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我看不见得 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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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你反锁在房里 我就能放心的去办其他的事情了 你千万别怪秋风 今天是清明 我做了几个青团 想让他尝尝的 灵儿 我是偷着回来的 有些事情得再开封办 请你千万别把我来的事情透露出去 连郑玉也不能告诉 知道吗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说的 我能在这待一会儿吗 当然可以了 我要出去办点事 你离开的时候把门反锁上 听说你升官了 你生活的好吗 还可以 你现在还是一个人吧 是的 你和杨排风在一起 对 她是我顶头上司 排风是个好姑娘 虽说她长得不漂亮 可心肠好 也能体贴人 我很了解她 是的 她心肠好能体贴不下 我很有体会 她对你是不是特别照顾 狄青哥 特别照顾 我怎么没发现 年初的时候 郑玉接到排风了一封信 她说你很了不起 又聪明又能干 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吵架 郑玉常常对我说 要是排风能找到像你这样优秀的人做终身伴侣 那她就放心了 我不配 你是不是另有心上人了 没有 你记得吗 我曾经说过 我在边关从军 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不想连累别人 所以这种事我就不去想她了 灵儿 我可以吃一个青团吗 当然可以了 吃吧 苗主婦 下次再来 来 先生 你就是禁军兔的刘主婦吧 你是谁 我是南山虎 刘主婦能给个面子和我去香满楼喝杯茶吗 对不起 我要去办公了 请刘布 孙国舅家的姚先生在那等你 你也不去吗 展护卫 你们的刘主布在哪 他还没来 要在平时他早该来了 你们上班迟到了 不罚响赢吗 罚 由刘主布来罚 他在哪间屋子里办公 里间 展护卫 您就在里间等吧 展护卫 你好 有什么事吗